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总统欧巴马的竞选大本营芝加哥市 华裔选民的投票率近年来都是超过50% 今年也不例外 很多人提前投票 我们的记者在芝加哥的报道 离开欧巴马的住所 记者首先来到芝加哥的中国城 了解华裔选民的心声 欧巴马 因为他接近我们这个平民 期待着就是 他就进行下去 对我们这个福利 能够精神照顾 当然这几年 民主党是照顾中厦阶级比较好 我们新方无办 这里就是芝加哥中国城乐宜居老人大厦投票站 从今天一大早开始 就是华人来这里陆陆续续的投票 据当地的华人组织华资处介绍 自2008年起 这里华人的投票率就超过50% 在记者接触的几位华人选民当中 他们都表示会支持奥巴马 华司处的行政主任陈本恩表示 芝加哥的新移民近年来增长迅速 他们的参政意识也在不断提高 这几年都比较好 从2008年我们登记了很多新的选民 一直都很多次的出选选跟大选的投票率都超过50% 芝加哥市是总统奥巴马的竞选大本营 支持者总多 提前投票时期选民们就很踊跃 芝加哥市今年注册选民达136万人 虽然比2008年总统大选时 人数下降约10% 但是从提前投票和今天的投票形式来看 初来投票的人数将会与2008年持平 甚至超过 新唐人记者安欣 林冲在芝加哥为您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